哈喽 大家好 欢迎到YA Diary 还记得我们曾经在2021年底 有介绍过一个钢笔的品牌 叫做品出钢笔吗 那在那一支影片之后呢 我就开始使用这个画面上的 暗黑星球钢笔了 后来呀 我想换一个尺寸 就开始改用这一支六角形的钢笔 你看上面还有刻我的英文名字哦 各位看一下 那我现在也很习惯使用这一种 稍微有一点点重量的手感 没有想到啊 品出钢笔它们最近出了一个新的募资活动 就是和这个类型的钢笔有关系哦 影片结尾还有专属优惠码哦 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好的 那我们就进入主题吧 品出钢笔最新推出的 疗愈生活布导翁钢笔礼盒 这个礼盒里面 有这一支看起来很沉稳的钢笔 外壳的木纹来自胡桃木 拿起来有一点重量 手感还不错 它可以选择搭配M间或是F间的笔间 写字的画线表现很OK 它笔盖设计成磁吸式的 所以会有这一种卡卡感 就不用怕说它会松脱掉 那我们写完字啊 除了平方之外 还可以放进这一个山毛举木制的 布导翁石墓笔座里面哦 各位看一下 这样推它就开始晃起来 这种咬异感啊像是在当抽签一样 我觉得是蛮疏压的 而且这样子晃呀晃的笔也不会掉出来耶 那另外在礼盒当中呢 还有一罐黑色墨水以及神秘的小鸡木 它们都是山毛举木制的小可爱哦 好 那我们来介绍这几款秘墓吧 首先看这一组 湖畔小屋秘墓 这里有好几栋的房子 你可以随意摆放在布导翁上面 拼凑自己的生活记忆及人生故事 相当的有情调 再来 我们有建筑的美好想象 还可以搭配山林哦 来看一下这一款 秘境之森秘墓 这些可爱的小山门 你可以单独摆放 也可以随意堆叠 我喜欢把它们一个一个放好 打造成专属我的小秘境 那如果各位想要有更多陪伴感的话呢 可以选择这一款 慵懒猫咪秘墓 四只猫可以分别放在布导翁上站好 还可以叠起来玩 那这里面呢 我最喜欢这一位 会在旁边的小喵咪 看起来呢 就是悠哉悠哉的 那如果你三组秘墓都有的话呢 还可以随意挑一点喜欢的款式 组合成一个专属小场景 像这样子写写字 玩玩积木的生活 好chill又好有质感 各位一起来试试看吧 那现在呢 这个套组还在拼扣以上募集哦 我们在影片下方会提供连结 心动者就赶快动起来吧 心动者就赶快动起来吧 你刚才说了 对 锁了锁了锁了 那应该是在现在下流行的是这个吧 还有这个啊 你各位钢笔暗号者们赶快看过来哦 品出钢笔他们提供一个专属优惠码 给我们频道的观众朋友们 只要你在期间之内下定的话 都会有这个优惠哦 那至于未来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小抽奖呢 就请各位敬请期待吧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